我請我們財政部的張部長 張部長 郭文維好 張部長,你打你的會計長 蕭會計長順便請上來吧 來,財政部蕭會計長 部長齁 我跟你討論幾個 預算Bandlet的問題齁 第一個 奢子稅 你今年Band了五十幾億嘛 那你是直接 你說你直接Band在國民年金上面 我請教你 這樣不行 我問了主記處 事實上 金融業的營業稅 也直接編到那個RTC 然後公益採建的盈餘 也直接編到 就直接編到目的事業主觀 主觀的收支並列 現在就是你先把 你把所有的我們 預算Bandlet不符合規定的全部都把它曝光了啦 是 可以喔 這樣可以喔 當然最好是 這樣的話我的看法是當然 稅收會失真啦 政府的財政本來就是統收統支 欸 我們的奢子稅 在訂定這個奢子稅的時候 有說可以讓你這樣做嗎 阿不然你想要違背政府統收統支的原則呢 這樣可以嗎 我上次還跟你講到 我上次還特別跟你提到 奢子稅 你直接 把它當成國民年金的 虧損的補貼 我認為都不合法 你們那個補助辦法 那個 那個辦法 基本上都是不對的 是 但是 不對不代表說 你換你就不知道你咧 我跟你講 我稅客收入要跟你修正到這裡來 我要讓你統收統支 好不好 謝謝 給你稅客收入有情感啦 謝謝 這樣好不好 但是我要請教你 接下來我要請教你 大家說 你們現在這樣 你們統這個肉質 我問你 國民年金的預算 你們怎麼平衡你哪個 國民年金 是不是 我現在告訴你說 我要跟你說 修正你的稅客收入啦 我要請教你 國民年金那一塊 缺口 現在要怎麼改管 你剛才有幾個行 那個很多 好多 是不是 對 就好幾項 好幾項 好幾項 那好幾項 不代表你的 奢侈稅也可以 援用那幾項去這樣 編類 我不認為這樣子 從預算的角度來看 這樣絕對是不對的啦 齁 啊 所以我今天要來導證過來 我如果今天跟你修正 你的稅客收入增加五十幾億 國民年金那一塊 我看你要怎麼補 你沒有經過合法的程序 我不讓你過去 啊 你經過合法的程序 我也不見得同意你 可以把它用作 我們國民年金的 這一些虧損的補貼 我也不認為可以這樣做 齁 我覺得這是第一個 我想從預算上面 我今天簡單的跟你談第一個問題 齁 謝謝 第二個問題啦齁 你收紙稅 課稅之後 你有沒有去了解 或者有沒有去仔細的研究 叫你們的同仁仔細的研究看看 這樣南部地區 尤其是農業縣分 他們的土地或者房屋的交易的情況 到底是比較熱弱 還是比較差 他們的那個那個 房價跟土地的價格是 蓋起來比較熱 你有去研究看看嗎 跟委員報告 上一次在財委會 其實有叫我們來提專案報告 那專案報告裡面看得出來 大概量的部分 北部降很多 就不當的投機量 減很多 像台北市大概減了百分之 我知道啦 你都北部觀點 對 南部齁 南部價格有些有起來 像高雄台中的單價都有起來 因為就是說 表示說他 有些需求齁 往南去走 往南走 真正的需求 有情價齁 價格的部分 單價的部分 我是覺得不會情價 我 部長我再跟你 你要仔細去研究 嗯 假設你們訂定一個法律 或者或者去 去課一下 一個課稅 去進行一項課稅 結果對 北部地區 也許有利 但是我希望 一定要記住 不要犧牲南部 民眾的潛意啦 我現在在立法院看來看去 就是每一次都是這樣子 你們重點 結果害的都害到南部的啦 我們已經很難經營了 你們是要讓我們雪上加霜啦 最擔心的是這樣子啦 所以我想你應該去研究看看 就這種條文 假設你們這樣子 這樣子 這樣子訂定之後 實施之後 對於整體 尤其是南部地區 它是正面的 是 我們當然要繼續做 是 假設對南 對北部地區是比較好 但是對南部地區 反而比較差 我們要怎麼樣去避免這樣的情形 不要去傷及這些無辜的農業縣分 跟南部的鄉親嘛 不要這樣子嘛 是 不要每一次都犧牲我們啦 這是第二個 我覺得從 這個奢侈稅裡面 給你一個建議 是 第三點齁 我們早上的同仁也有在講齁 我跟你說齁 我在審議上 我是絕對不增加那個稅入的啦 齁 因為我都覺得說 三人的稅子 稅出的應該條證 兩日為初 齁 當然這不見得是對的啦齁 但是我經常不增加人家的稅入 但是給他去 我們同仁 提到這個觀點 是懲罰性的提案 我認為是一個懲罰性的提案 是要怎麼樣 是藉由這樣的一個提案 讓你們充分了解 你們在訂定一個法令 或者在政府要推動一個措施的時候 施政計劃的時候 不要影響了政府的稅收 會害慘了我們台灣的鄉親啦 人民啦 最怕是這樣 所以 剛剛在講證手稅 欸欸欸欸 證 證交稅啦齁 證交稅說要跟你提高 你把原來的減少了三百億 我們跟你補回來 你做會不會 你做會不會 做會不會要怎麼輔助 你推動一個政策 結果 我們的政府的稅收 政府的稅收 損失了 老百姓的照顧連連這些股票 怎麼大家還要加四 這樣要怎麼樣 你們兩面不討好 都是做這種事情 為什麼老是要做這樣的事情 我先請教你 我們今天跟你調高三百多億啦 好 調高了之後 你有沒有辦法達到 沒有沒有辦法達到 你為什麼還要去推動 啊你要怎麼交代 要怎麼做 發委員他要調高的是證交稅啦齁 那我看那個提案 要調高 沒有錯啦 證交稅啦 要調高證交稅 事實上證交稅 我們現在的編列的九百六十四億喔 也有很多委員之一 我們達不到啦 所以調高當然 達不到是因為你們的關係 本來人家可以達到 為什麼你要把它變成達不到 明明經濟都在賣 你們就是要推動 我坦白講齁 我們很 你當然不是這個 你不是始終俑者啦 不過齁 你算什麼 建立這個風台北啦 我們有一個財政的財政官員 跟我在聊天的時候就講嘛 明明這種東西應該是要快刀斬亂嘛 你要當機立亂的東西 你們就不 啊 讓這個 本來是小小一個 一個 一個破槍而已 你要穩穩穩 就要破上風 讓他斷他 就要截肢 啊 都沒辦法讓他們完 你們要搞 要搞到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今天這樣的一個提案 是提醒 像我們入圍這個提案 是提醒大家 我們政府的施政 不要對政府的稅入不利 也要造成民宴 不要做這樣的事情 幾面不討好的事情 不要老是做這種事情 我們剛剛趙偉講的啦 不要老是扛著公平正義的大帽子啦 不見得就可以達到社會的公平正義 也不見得是這樣子啦 我今天很痛心 我們今天我們剛剛開記者會 剛剛開記者會 也是在談那個 那個 農地休耕補助的部分 兩支要人家做一支 你們也都說到公平正義 不要這樣公平正義就能解決事情啦 我覺得不是這樣子 可行的政策才是好的政策 對老百姓有感的政策才是好的政策 現在所做的事情我覺得都是 驗聲載道 出去 剛才說公平正義 公平正義也要 剛才努力也要 剛才努力也要萬壇 齁 七春的 如果有駕現金的 大家也要萬壇 現在來 農民是最不要說話的 農民是最全潔的 最單純的 現在都是市內 農民也要萬壇 大家的行業 大家的行業都要萬壇 政治又不好 然後你們要推動很多這樣的政策 我覺得有這個必要嗎 幹嘛這個必要 所以你來 我是覺得你有改變 但是 今天我想我們這個提案 基本上 不是只是增加稅入這樣的目的 是要告訴我們政府的官員 施政 不能影響政府的財稅收入 更不能造成民宴 讓大家覺得叫苦連天 這是很重要的 我想最後還有一個問題 這個當然跟中央銀行有一點關係 總裁我是覺得你今天是 我覺得你今天可以不用 不必來累 因為我想 這個1800億 你有沒有要求總裁說 你把那個 未分配勝於 背罰也沒得高高的 有沒有跟他這樣講 不會啦 不會啦 不會 不會 我沒有跟您 你不好意思跟他說啦 不會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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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會議的時候你都沒有提到說 那些保留銀行有多多一點 我在這邊抽錢抽不出來 中央銀行有多多一點 一千八百億是要求 你有沒有來講這樣嗎 沒有沒有沒有 沒有喔 你如果來講他敢要答應 你要不要答應 再多繳一些腳褲 答不答應 總裁 總裁 你有答應嗎 有啦 如果 如果我們國庫 比較困難 請你多繳一些 把那個 未分配勝於 把他繳褲 你有困難嗎 好 這個 重新修 時間到 時間到 你們的意思 時間到 謠言止於智子 謝謝 哈哈 好 感謝